在不少电视剧中,我们看到的都是男俊女俩,但总有那么几部剧,他的男女主颜值不是很大。 今天要盘点的就是女主相貌平平,男一男二国色天香的电视剧,你看过其中几部平里胡这部剧的男。 一是,最近大热的香蜜臣沉浸如霜里的润玉殿下,他的言是能用很多词来夸的,男二黄俊杰也演过不少电视剧,三十三十《上书》里也有他,所以男主演方面还是可以期待的。 我们再来感受一下,平里胡的女主吧,乍一看她是不是有点唐颜的节奏呢?可惜不是,人家换个角度分分钟路人。 设不拘的女主扮演者是刘新奇,她的长相也就普通漂亮,在娱乐圈中算是很平凡的了。 看完两个男主演的脸,再看看女主,男主演颜值爆表。 然而在女主颜值方面,很多人都觉得女主李新杰拉低剧组颜值,虽然李新杰有些瞬间还是还挺好看的, 然而她一做大动作大表情,就有点难为观众了。 不过李新杰的演技还是值得肯定的,毕竟零西年那个不是流量为王的年代, 没点演技怎么可能有戏机?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部《辣眼睛》的《西门无恨》吧? 倒不是说男主门辣眼睛,毕竟有国色甜香的男一刘德凯,男二娇英俊坐镇。 在这部剧中两人惨遭西门大妈毒手,然而专业的演员是面对西门大妈也能申请起来。 可是对观众来说,这不仅是灾难,还是对美丽的亵渎《西门无恨》这部剧, 在不少人心里算是童年阴影了,其实早年的西门大妈还是很有自色的, 只是年纪大了,还喜欢演十五六岁的少女,和年轻刘德凯·娇英俊站在一起, 要多触目惊心就有多惊心,如果换成年轻时的西门大妈, 这或许又是一部经典,丑女无敌在09年的时候非常火爆, 这部剧中基本都是俊男美女,除了故意伴丑的女主, 刘小谷、吴锡江等颜值都不低,这部剧的横红出世, 也让不少人注意到她们,可惜最后这些人没有活起来, 而饰演陈嘉明的王凯现在很有知名度,更是成为一众女生的老公。 李欣如在这部剧中饰演女主,林无敌一直在伴丑, 只是这部剧到大结局甚至第二部的时候李欣如也并没有得到该有的热度, 因为观众们都是外貌协会,只知道林无敌, 但并不知道这是李欣如出演的,甚至为了这部剧还半丑, 后来她演的嫦娥倒是把大家惊艳了一番, 渐渐的都知道了原来李欣如还演过林无敌在杨幂出演《公衣》, 没有在接演公所连城时,这部剧的热度就没有之前那么高了, 虽然第二部有高颜值的陆毅来撑着, 陆毅当时在《公所连城》中的造型还挺帅的, 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演技派的陆毅, 突然空药来了古偶剧,带来的自然也是好演技, 所以观众对于陆毅还是很仁慈的, 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一直在好剧和烂剧中徘徊, 不禁让人感叹养家糊口不容易, 虽然男主撑起半边天, 但女主袁珊珊在《公所连城》里的造型被网友们批威时尚最丑女主, 导致原本就因为不是原班人马不看的网友们直接骂起来了, 不过袁珊珊在一片骂声中, 靠着自己的马甲线重新红了起来, 那年的生活体制录让胡歌和严依这对铁DCP走入观众视线, 当时的电视剧大多是男大女、小或者男女相当年龄的剧, 乍然来了一个不一样的, 而且还是胡歌转型并且主演的剧, 观众老爷爷们就很期待了, 可是等来的是严依, 看起来和胡歌很不搭配的严, 这部剧就不怎么下饭了, 即使是国民男神胡歌也拯救不了, 不过演技上面两位磨合得很好, 突然拥有一只小买狗, 抢必严依当时也是开心的飞起, 郑国林算是皇帝专业户了吧, 都应该是李市民专业户, 在不少李市民时期的剧中都能看到他, 而当他正直壮年的时候, 搭档一个比他大21岁的女性, 且还抱着他喊丫头的时候, 观众们都止不住的心疼, 可以说刘晓庆也是一个不服老的女人, 她在40岁的时候还出演喵铃少女武则天, 当时武则天的灵动俏地都表演得很完美。